Hello 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演示一下 图片移动的效果 那么我准备了两个素材 这个素材的话 大家肯定知道了 先从自己的文件夹里面拖到这边来 那么今天的两个素材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北海公园 北海公园很漂亮 那么一会我们要实现一个左右的移动 第二个孔明灯 一会我们实现一个软软升纸的效果 好 那么我们开始了 第一个 我们先把素材往下拖 拖到这个时间轴这里 拖好了 那么我这边选择的是9比16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点这里 它就有选择了 好 那么首先我们把它弄到满屏 因为它这样太小了 看着不舒服的 给它弄到满屏 拉到满屏 拉到满屏 好 然后我想实现的效果 是从右边往左边展示 因为它有个白塔 这个是个亮点 我希望它最后出现 好 所以我们先是在视频开头的地方 我们这条线拉到视频开始的地方 好 那么我们这里首先看到的 不希望看到白塔 我希望看到的是右边 从最右边 然后慢慢慢慢踩到左边 那么最右边的话 一直拉就黑边都拉出来了 黑边我也不想看到 不漂亮了 所以回去一点点把黑边挡住 好 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希望的处始位置 我们这个视频开始的处始位置 所以呢 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要去点这个画面 这个 右侧上方有一个画面 大家看到吗 这个鼠标再移动 画面 画面里面呢 有个基础 基础 基础的下面 我们往下开看到位置 位置 在位置这里呢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 初始位置这里呢 初始位置它是用X轴 Y轴这样来定位的 在这里的话呢 位置对过去 最右边有一个菱形 你放上去 它提示你添加关键证呢 鼠标点一下 左键点一下 就选中了 那么我们就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这里有个半菱形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位置呢 我们就给它添加了一个关键证 关键证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地方我给它固定了 初始的时候就从这里开始 不可以改变了 当然你可以把它删掉了 那再重新来了 现在我给它一个钉子钉上去了 关键证就让一个钉子给它钉上去 初始位置决定了 好 然后呢我希望我的画面随着播放的往后移动 比方说我这个画面我要给它10秒钟吧 我给它拉到10秒钟 那么我到第10秒钟的时候呢 我把这条先往后拉 这条时间先往后拉 我到第10秒钟的时候呢 我希望这个画面呢 我们要看到白塔 那么对这个位置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我们刚才在这里的时候 我还没有动过呢 这个Y轴要流行一下 Y轴是0 有的时候不是0也有的 是0 然后呢我们移动之后也要确保Y轴是0 这样是平移 Y轴因为是上下嘛 我们拉的时候有可能手回抖一下 这个Y轴就可能数字变了 我们给它调回到0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初始位置的Y轴要记一下 好 然后我们的时间线拉到最后 我们这个图片呢要跟着动 你看我是希望它这样子移的呢 这样子移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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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到这个 左边都出来了呢 黑边出来了 黑边要不要不要不好看呢 还回去呢 看到白塔了 嗯这样很好 我们再看这个Y轴 果然有上下有移动了 我们把它调回来 把它选中 输入0 就跟原来一样了 这样呢就是一个平移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的一个效果是怎样的 好 这个效果已经出现了 我们已经实现了 就是这样的效果 好 那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说呢 我们 这个你说 可能会说 最后你怎么没有打关键针呢 它系统自动帮你打 系统它自动的会帮你打 你最后调好之后 它就知道你这个地方 是跟一开始不一样嘛 所以它就给你打上关键针了 所以这个简映的话 很智能 帮助我们这些初学的人 不是专业的人 是非常的合适 好 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 就是你把一开始 这个位置确定 然后呢 最后的那个位置 你这个也确定 你这个图片要怎样哈 图片是最 从最左端还是最右端等等 你把开头跟结尾给它确定好 然后中间的那个真正的移动过程呢 软件会帮你实现 这个打一个比喻的话是怎样 比方说最初的时候 你我们说一个人好了 最初的时候这个人在楼下 你给他位置定点定好了 是楼下 然后最后呢 这个人呢 同一个人啊 你给他位置定好了 定点在楼上 好了 你定好之后你去播放 那么中间就会出现什么 就会出现这个人爬楼梯啊 是不是 就会出现这个人坐电梯啊 你管他呢 是不是 反正他要从楼下 到楼上去 所以中间他那个动态就出现了啊 所以要实现这个动态 其实是什么 我们就在啊 两个点 静态的两个点给他设置好啊 你分别这两个点 你需要看到怎样的效果 中间你就交给他 交给这个软件 他会帮你实现 好 这个是左右的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上下的 我们先把它删掉 我们也把素材拖进来 同样我们给他弄10秒钟好了啊 好 那么这个呢 我觉得呢 他这个大小大概就差不多了啊 我 当然你喜欢啊 其他的大小 你可以这里拉了 我感觉我现在想要实现啊 是从往上啊 从下往上的这样的一个 冉冉升起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嘛 所以呢 我们先看时间线啊 这个选中的啊 视频这里要选中的 然后时间线在最最前面 那么最最前面 我希望这个画面开始的时候是怎样 比方说我希望他是从下面上来啊 一开始我希望他看到这样一个头 好了 你确定了啊 确定之后呢 同样的到画面 基础 然后呢 位置 这里对过去呢 对过去呢 点一下 添加关键证 好 好 然后呢 我们看到最后啊 我们要把时间线往后移呢 时间线往后移 往后移 移到最后 最后 你希望他是怎样的 你希望往上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 往上走 比方说到这里好了 我很喜欢这个大的孔明灯 我希望他呢 不要消失 留在画面里面 好 同样的 你会发现这里也有个半零型 系统已经帮你加号关键证了啊 好 然后我们播放看看 好 这个孔明灯 它就一点一点就往上走了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然后 比方说你在这里 配好字幕 你想说的这个字幕 然后你下面放一段音乐 你拉进来一段音乐 这样一个视频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点导出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就不需要我讲了 好的 关键证如果你要驱除掉的话呢 比方我们这里 我们觉得不满意 我们要改了 同样啊 我们选中这个 视频 你到这个基础啊 刚才设置关键证的地方 你如果再点上去 他就问你删除关键证吗 你再点上去就删除了 好吗 其实很简单啊 好 那么 为什么要做这一期节目呢 主要是大家先用手机的多啊 我在网上搜索到的 教学啊 他这个节目 很多都是用手机 嗯 这是一个 那么我们用电脑的人 可能就不习惯啊 我自己一开始学的时候 找了半天 关键证在哪里 都找不到啊 很麻烦啊 跟手机他的那个 他这个 他的设置 他的这个编排是有点不一样的啊 好 另外一个是 我是看到人家非常厉害的一些高手 他们做的视频啊 他呢 就是说第一步怎样 第二步怎样 第三步怎样 好 你去照着做能够出来 但是他不讲原理 背后的原理是什么 他没有讲啊 这样呢 啊 你就知道了鱼 但你不知道鱼怎么钓来的啊 有这种感觉 好吗 好 大家如果觉得这期啊 小视频有帮助的话呢 大家可以点个赞 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啊 好 非常感谢您 好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 拜拜